新的協作平台版本的話 最後再介紹一個這個發布的部分 你看一下這邊發布 他有分喔 來首先你可以在這邊 你可以選擇就是是不是網路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 因為有些人既然要協作我們舊版本也是一樣就是 比如說我就加我們這一組幾個同學我們一起看得到就好了 跟一般那個雲端粒的共用文件一樣 所以如果這樣也可以 再來就是說他的位置的部分 你可以自訂 你可以自己定義 比如說像我現在網路上所有人 都可以看到 那這裡呢你可以自己自定義一個名稱 比如說我今天的日期 那你這樣就可以看到後面這裡有沒有 完整的是不是在後面 他會即時的跟你確認 這個不OK 如果不OK 就麻煩你自己再想辦法 找一個可以的 好找一個可以的 好我就按發布 所以這跟那個舊版本不一樣舊版本是先 決定網址 再怎麼樣 再做 這個是做完了 要發布再決定 當然如果你發布了 你覺得說 我好像還在 下架一下 你可以怎麼樣取消發布 這樣就可以馬上別人就不會再看到 好就不會再看到 所以這個是他 比較特殊的地方跟一般其他的 比較不一樣 那至於說這邊 網站分析這個就 沒有什麼啦 好就沒有什麼太多的 目前來講就是 剛好他去年底 推出這個新版本的 所以 功能上 雖然沒有 舊版本那麼多 不過 畢竟這還是以後的趨勢 而且也簡單好用 所以大致上跟各位簡單介紹到這邊 新版協作平台 這樣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 橫幅的字體顏正能調嗎 就那幾個 剛剛有同學在問 像這裡 比如點到他 對不對 點到這個地方 這裡 有沒有 那你點了不同的 字的大小 就是由這幾個決定而已 那你在這邊設定的時候 一般文字 他有可能會不一樣的顏色 有可能不一樣 那這個顏色由哪裡決定 有 這個主題這裡決定的 這樣了解 可是主題又不能編 重點是在主題不能編 所以你就變成說 基本的顏色你可以改而已 就從這邊大致上改過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 在這個裡面再去做微調 他的 這個限制會比較多一點 有沒有這邊就 沒有那些格式可以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超連結的部分 超連結他是整個文字一起 一起做 有的就是一起有 這樣了解嗎 這個邊 所以 對對對 如果你要這個 連到其他頁面的話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如果你不是 對外的 而是自己對內的 可以直接從下面這一圈 那對外的就直接把超連結 寫在這裡 這樣還OK 好